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關心烏克蘭跟五路蘇的戰爭 來到第五天 五路蘇的軍隊 靜電悠寒 烏克蘭的部隊 在當部的大聲哈爾科夫 成功來造動到五路蘇的進攻 甚至用為土耳其陰淨的無人機 把五路蘇的香港飛沿 把五路蘇的總統普丁 看情勢越來越不離 還要來下令 包含到社務部隊在來的威懾部隊 讓他們進入到孤獨的境界 哪像有在打算動用到社務 這場有烏克蘭跟五路蘇的衝突 看起來 慢慢走向到五路蘇跟後面 跟百育造成的軍事的隊員 甚至有動用到社主武器的危機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婕一起看新聞吧